然後介紹這個甜品特別一點 因為有火的,就是冰火燕磨雪糕 材料有雞蛋白 蛋土仔的燕磨,但是冷凍了 少許骨頭 還有你自己喜歡吃口味的雪糕 做法很簡單 就用雞蛋 我只要蛋白 大概蛋五至六個左右 就這樣做 如果你打蛋白打起它 千萬不能有雞蛋網 否則的話,就很難打得起 如果你的甜品在家開派對的話 就相當好玩 尤其是當沒有朋友生日 這個會是一個挺驚喜的甜品 做法又相當簡單 我們就可以 用打氣 打到的起泡 然後就站起來為止 是 似乎 打 從 打到它站起來,怎樣才可以呢 打到蛋白可以拔起它 掛著電不下來就可以了 如果不想打到那麼累的話 可以用電動打眼機 手打的話大概打五分鐘左右 接著就可以把自己喜歡吃的薯糕 任何你喜歡吃的口味都可以 然後把冷凍了的金氏 放進去,很美味的 然後把打起來的蛋白放在表面 可以組成一個雪山的形狀 好了,我們可以用刀 收一收的形狀 做到好像一個雪山一樣 最好,把焗爐輕輕熱去烤焗 做好之後,我們先把焗爐先烤焗 放在焗爐裡,輕輕烤焗 好了,輕輕辣辣它之後 就可以拿出來了 然後和燈的焗爐 然後拿出來了 剪爐一點焗爐 那一步是一步是這樣的 拿著了黃色的焗爐 然後呢 用火雞吧 點著它其實就比較小心一點 好,醃製後就麻煩你工作人員 馬上燈了,麻煩你 我們就淋上去雪糕 這個冰火燃磨雪糕就做好了 以前在汁的車弄中一個 拿到水澱粉 千瓦會調到的水澱粉 拿到水澱粉 然後鑲水和水澱粉 加水澱粉 再加水澱粉 加水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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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損水澱粉 加水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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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